18岁的哥伦比亚大一学生梅吉斯 11日傍晚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遭多人抢劫 被捅束刀之后不治身亡 纽约市警在48小时之内 对多名未成年嫌疑人进行盘问之后 于13日表示 一名13岁的疑犯落网 他承认和另外两个人 在日落时抢劫并袭击了梅吉斯 梅吉斯在案发当日下午5点30分左右 进入位于哥大校园附近的沉边公园时 被几人围堵 攻击者向其锁钱并将其刺伤 他被发现时 肚子 脸和脖子上有多处伤口 该名认罪的13岁少年 于12日下午4点20分左右 在曼哈顿大道和119街附近的 一栋住宅楼大厅中被捕 警方表示 他的衣着与攻击者的体貌特征描述相符 警方当场逮捕他 并在搜查中发现疑似刺杀梅吉斯的刀 据悉 他因非法入侵和持线指控 被带入地区分局内 然后对其谋杀梅吉斯的事实 供认不讳 该名疑犯告诉调查人员 他的两个朋友试图抢劫这名少女 并刺伤了他 如今他将面临谋杀 抢劫和非法持线的指控 12日 泽西枪击案发生两天之后 联邦新州检察官表示 FBI正把此案作为国内恐怖主义事件来调查 因为两名凶手明显是出于对犹太社区和警察的仇恨杀人的 新州总检察长格瑞瓦表示 他们发现了凶手安德森及其女友 与一个反犹太主义的黑色西伯来以色列人组织之间 有着大量的联系 但是还没有确认这两者之间的正式关系 他表示 凶手共使用了五把枪 其中包括AR-15型冲击步枪和短枪 两人共打出了几百发子弹 在几分钟之内杀害了三个无辜的人 此前不久他们还打死了一个警察 联邦新州检察官本托尼表示 FBI正与他的办公室合作 对周二发生的血案进行调查 并把这个案子定性为 有仇恨犯罪倾向的国内恐怖主义仇恨事件 警方在凶手偷来的面包车里 找到了除了一个管状炸弹之外 还发现了一张清单式的名单 上面写满了他们仇恨的组织名称 格瑞瓦说 如果不是泽西市警察及时阻止 结果可能更加可怕 另外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凶手只有两个人 但是根据美联社的消息 FBI昨天也调查了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哈林地区的一个教堂 据悉这里是黑色西伯来以色列人组织的据点 这个组织被南方贫困法中心 列为黑人仇恨组织 市长白思豪昨天到布鲁伦社区 慰问了犹太社区 谴责仇恨犯罪 不过在泽西市事件现场出现的数百名悼念死者的人中 有人写出了血债血环的字样 纽约州允许无证移民办理驾照的绿灯法案 将于本月14日开始生效 纽约州将成为美国第13个 向非法移民开放办理驾驶执照的州 根据法案规定 无证移民申请驾照时 只需要提供过期的护照 领馆身份证明或者他们母国的驾驶执照 车管局将保护申请者的个人信息 不会被联邦移民局获取 法案规定 无证移民所持驾照 只能用来开车 不能用来搭乘飞机 据估计 纽约州符合申请驾照的无证移民 有超过100万人 而新泽西州在昨天 州参议会与5比2的投票结果 通过了A4743提案 允许无身份移民申请驾照 而新泽西众议会 已于周一投票通过了这个提案 接下来这项提案将交至 新泽西州长墨菲办公室等在签字 而墨菲曾表示 他同意这项提案也会签字 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正在接受 人称代词的培训 根据周三早上发给司机的一封 包容性语言提示邮件 纽约市出租车监管机构 要求有执照的出租车司机 询问乘客的身份是He、She或者是Lee 这封使用包容性语言电子邮件 是由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办公室 发出的 并表示使用大家喜欢的代词 是一种表达尊重的简单方式 出租车司机可以询问乘客如何称呼 不要使用他们在应用程序中出现的名字 或者假定别人的代名词 如果司机不想询问 可以问乘客喜欢如何被称呼 或者使用性别中立的词 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办公室发言人艾伦表示 该指定不是一项规定 司机不会因为没有使用首选代词而受到处罚 至少从2016年起 市政府官员就开始培训 市政府员工使用中性代词 此点编撰者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 最近宣布Z成为更受欢迎的中性代词 也成为2019年的年度词汇 大都会运输署公交局长白福德 在捍卫雇500名警员的计划时 也在推动加强员工的安全 白福德在一辆布鲁轮方向的二车上 体验了一把地铁司机的生活 白福德表示 他想以此向工人们展示 对他们的声援 地铁员工在11月期间遭到多次袭击 穿着西装戴着护目镜的白福德 在与一名真的地铁司机一起发表了讲话之后 白福德表示 作为一名前任的伦敦地铁员工 他完全能够理解纽约地铁员工所面临的危险 白福德此次的活动时机 也正值大都会运输署工会成员 对新合同进行投票的时候 白福德表示 此次的活动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让他再一次意识到了地铁司机 是一项多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此外 近期对地铁员工的骚扰事件 表明了 哪怕就是把头伸出窗外 检查乘客这样一个简单且必要的动作 也是有风险的 白福德表示 他知道他们还在面临着很多挑战 地铁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但他们正与市和州政府机构合作 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 对员工的袭击事件发生的太多了 哪怕只有一次也是太多 11日 纽约大都会队在花旗球场商店 举办了每年一度的大一捐赠活动 不少民众前来为有需要的人士送上温暖 大都会队和New York CARES在周三上午 举办了第14届大一捐赠活动 纽约刚经历过雨雪天气 不少热心民众拿着厚厚的旧大一前来捐赠 错过这次东一捐赠的民众 可以将大一送到纽约市各警察分局 获得New York CARES的官网 查询纽约市五大区捐赠大一的地点 捐赠大一给有需要的人送上温暖 让原本要淘汰的大一能够再发挥作用 有捐赠大一的市民说 回馈是应该的 尤其在圣诞节到来之际 去年纽约大都会队的活动 收集了一万两千多件大一 送到游民收容所或者贫困家庭 收集了一万两千多年